好用,而且这个Google问卷,做完之后,当然你要,我想在前面有讲过了,这个是在Google里面的那个Google问卷里面的那个新增里面的那个表单功能,里面的话其实也非常简单,我是这样,就是当你这个表单做完,发布之后,它的右上角一个编辑这个表单,里面这个表单怎么做的,基本上,我前面讲过了,其实它非常简单,就是你新增一个表单的时候,它这边有一个新增表单, 那新增表单之后呢,你只要填上几个简单的问题,其实这个表单就做完了,包含就是,我建议你们真的要可以实际上做做看,它其实非常方便,而且真的不会花太多时间,比如说你第一个你要先想好这个问卷的什么,它的标题叫什么,这个名称我就要,也许我们课前的问卷嘛,然后里面的简单说明,这个说明是不是必要的,没有没关系,那里面的话就第一道题, 第二道题,那这个题型的话,其实基本上,大概就分成,至少就是几种嘛,就是说这种,这个类型的话有文字,就是姓名嘛,如果行业别这个我是用多行,还有这个是单选,底下这个是多选,所以其实我只有用四种而已啦,四种之后的话,你就把它怎么样,最后把它储存, 然后呢,储存之后呢,各位可以看到,上方其实就是传送,大概会需要几个啦,就变更主题,就是给它一个布景主题嘛,然后再来就是查看即时表单,我觉得这两个位置应该对调一下,因为这个在后面比较好,因为你要让人家填的话, 这个部分的话,你再利用那个go.gl把它缩短网址,缩短网址之后呢,那再给别人那个短的网址嘛,像我那个是短的网址,另外它会产生一个QR Code嘛,所以这样子其实很快的就可以把一个云端表单给做出来,这个go.gl,这个也是免费的嘛,那你可以怎么样,再把这个go.gl的这个,刚刚那个网址贴到这个短网址, 它会帮我们把比较长的网址都缩短,那很快的话就可以做出类似像我们之前做的,这个这个,那另外它有个QR Code,也可以给别人用QR Code去扫描,这个服务的话其实也是完全免费的,你就要把它贴上,然后再按一个shooter,它就会自动出现了,一个网址,然后details里面就会有一个这个,这个QR Code,我想这个还蛮,蛮容易,最好你就多做几遍之后, 其实很快的,你可以让人家扫一下,比如说手机一扫,扫这个条码,它也会跳到问卷里面去,那平板也可以嘛,如果你要电脑的话,电脑没办法扫,你就给它这个网址,如果你觉得这个网址不漂亮的话,我通常会怎么样,就是多按个几个shooter,一直shooter,一直shooter,多的,比如这个没用的话,你就把它移掉就好了,嗨,这样就可以了,比如说像这个我最近,这个有没有,其实这个比较好记啦,因为什么, 3B4,后面就OEM,还蛮好记的,而且还大写,前面是小写,那这个部分的话,第一个,那我们来看一下,也一起纳进来,那这个地方的话呢,我们一起来,如果说你要看一下你们的,那个结果的话,其实这表单里面有个叫什么,查看回应有没有,那你按下去之后,它就会把, 所有的资料都秀出来,那当然,如果你要把它变成e-sale档,在e-sale里面做统计的话,直接下载成e-sale就可以了,那当然,后续,你也可以直接放到那个e-sale里面再来统计,那像同学,我好像其他地方有上过这种课,就是下载之后,然后你可以用,像康义符啦,或杀义符去统计, 然后最后统计出你要的结果,自己再去做,你自己想要的这个图表都没有问题,那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你们的结果